大家好 我这盆大栗花上一次开完花修剪完之后到现在没多久 现在又发现它有花苞冒出头了 那么在大栗花花朵冒出头之后我们应该怎样去养护呢 首先第一个就是要给它增加水分 大栗花也是草花一类的 那么想要它排出更漂亮的花朵 在它花苞孕育的这个阶段一定不要出现缺水的问题 因为大栗花它的花苞在孕育完成之后它会非常的硕大 大概直径有个四五厘米左右的 那么这个花苞它就需要一定的水分去支撑了 如果大栗下来它很难再撑起来的 所以一定要注意这个水分的补给 第二个就是大栗花它需要一定的腐植质 如果盆土里面的腐植质缺乏的话 这盆大栗花它的生长就会受到影响 它对腐植质有一定的依赖性 那么如何给它增加腐植质呢 那么就要在大栗里面给它增加一些干羊粪 粪肥呢在经过分解之后呢就能够变成腐植质 它是有机肥的一种 我们直接在它盆里面给它撒上一把这个干羊粪就可以了 能够让它吸收到养粪 也能够给它补充到这个腐植质 那么这个干羊粪呢 它其实是属于一种款式型的肥料 那么在现阶段呢 还是要给它补充一些这个树花催花型的营养液呢 它里面的磷甲元素呢含量比较高 每隔七到十天左右呢给它浇灌一次 这个大栗花它花苞孕育到开放 中间所消耗的时间呢并不是太长 大概也就是二十到三十天左右从孕育到开放 那么在这过程当中呢 所要给它用到的养分的肥效就一定要快一些 这种营养液它的肥效就非常的快 所以呢我们现在呢就尽量给它使用这种肥效快的营养液 能够促进它这个花苞的生长发育 让它及时的吸收到养分 那么我们在养大栗花的时候呢 在发现它有花苞长出来之后 就一定要及时的采取措施 不要一拖再拖 不然的话到时候它开出来的这个花苞品质 就会有所下降了 好本期视频就到这里 我们下期再见